他现在就是透过就是斩棋 把这些债务斩棋 然后暂时避开这个难关 另外就是债务重组 希望透过重组之后 他的这些压力可以减轻 目前做到是这一点 而毕国人他也 基本上也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目前的这个问题 暂时解决了 可是到九月初 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波 这样的到齐的问题出现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